澳大利亚东部黄金海岸的梦幻世界游乐设施 发生了事故造成至少私人遇难 私人受伤 这是澳洲近年来发生最严重的主题公园意外 发生事故的是梦幻世界雷河泛州游乐设施 那是一条人造河流 游人坐在圆形的艇上 随湍流即行 警方证实有四人在事故中丧生 遇难的两男两女年纪介于32到40岁 警方没有透露他们的国籍 工作人员表示 六名载客量的游览艇翻腹造成多人被困 其中一人还被卡在安全带上 梦幻世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主题公园 拥有50多项游乐项目和景点 雷河泛州是家庭游乐项目 两岁以上就能乘坐 在激流中漂流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45公里